大家好,欢迎回来Live Journaling,我是Edith 今天我们要回来手帐填满版这个系列 如果你发现你生活里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 手帐不知道可以怎么写的话 你就要留意这个系列 之前有网友留言给我 提供了一个方法帮我们填满我们的手帐 就是记录下我们的跑步记录 如果你都想知道怎么做的话,就继续看下去 现在市面上也有很多apps 帮我们记录下我们跑步的路程 多远,消耗了多少卡路里等等 我们可以用指甲带或者画的方法 将你的路线去显示出来 我最近没有什么跑步的习惯 所以我就问朋友借了他的跑步记录 给我做这个示范 但可惜我朋友跑的路程是一条比较直的路 所以效果就不是那么明显 但我相信聪明的你们应该都明白这个原理 首先我就照着这条路线去用指甲带拼了出来 去程和回程我就会用两种不同的指甲带去显示 如果你走的路程是有些特别的地标的话 你都可以在这一幅图上显示出来 或者你可以像我那样 标记住哪里是1km,哪里是2km,哪里是3km 最后我就会写跑了多少公里,跑步的时间 以及消耗了多少卡路里 那你就可以填满这个空位 你还可以记录跑步的时候这一次的感想 帮助你去调整下一次做运动的时候可以怎么进步 但是如果你也是嫌版面太空洞的话 你就可以像我那样在旁边围图 这样就可以增加画面的色彩 看起来这一次跑步也会好像很开心很充实的感觉 如果你想到如何去改变版面或者这个方法 你也可以留言告诉我 我最近都有一点忙,所以可能会由一个星期出片一次 但是我仍然很期待可以在私底下 IG和你们聊天 如果你想找我,随时也可以 不知道你觉得这个方法如何呢? 我自己就觉得是挺有创意和很有趣的 也可以帮助我们有动力去做运动 如果你都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就按个赞和订阅我这个频道 我亦都会在IG更新我的最新状况 你也可以follow我的IG和我聊天 我们下次再见吧,拜拜! 拜拜!